三季度仅赚10万元 却狂拉11个涨停板 10月搭摇股要凉了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本周是三季报披露的最后冲刺期 凤凰光学表示 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将战略性退出光学器材行业 未来业务将定位于半导体外延材料 主要业务包括半导体外延材料产品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 此前公告显示 凤凰光学累计位 此公司的担保余额为7.245亿元 其中凤凰科技7亿元 凤凰新能源0.245亿元 累计担保余额已超过公司2021年中 保净资产6.05亿元